大家好 我是MASA 秋天來啦 外面散步超級舒服的季節 大家要好好享受舒服的這個期間 運動之後就有好吃的料理等你 這次我要介紹超級濃口好吃的意大利麵 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 首先我們要準備肉醬 這一次我要做有一點辣口味的 這一次介紹的料理是 我有參考之前在SNS看過的料理 它是在日本的餐廳有賣 一看到這一道我就馬上喜歡 決定有空自己做做看 基本上它是肉醬跟起司組合作的料理 如果不習慣自己切很多食材的話 使用現場的意大利麵醬加入絞肉也可以喔 我是比較喜歡切東西 有在切時候可以過非常療癒的時間 尤其是切這種小的東西要專心切 有一點像Sakio接近的效果 這一次我把兩種起司自己抹了 當然該用生成混合好的也可以喔 做好吃的肉醬秘訣之一是 這些菜要好好炒到香味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秘訣就是絞肉 最好不要馬上讓它散開 跟牛排一樣的想法 先煎到金黃色 兩面都有煎到香香的樣子之後 然後可以開始散開 這樣子可以去掉肉的腥味 也可以享受肉本身的焦香味 紅酒的種類沒有特別指定 你自己喜歡喝的倒進去就好啦 我有倒入Cabonet Sabino 是我常常喝的葡萄酒種類 我這邊用的是水煮罐頭的 如果要用新鮮的番茄的話 記得用全熟的番茄喔 這種肉醬是在餐廳做的快速版的做法 不需要吞煮很久 煮一下下就可以完成了 好了這樣子非常濃口的肉醬完成了 一次做多一點冷凍起來也很方便喔 接下來要煮麵 這一次的主題是意大利麵 但是該用別種也可以喔 使用筆管麵或通心粉都可以 在上面放入焦? 再來也是 1個9分前倒玩 3個 gluten 1個精 amer影 2個蛋白 2個蛋白 4個蛋白 因為怕起司不夠 所以我有另外裝起司片 裡面的東西都熟的 只要烤到起司變成金黃色就好啦 OK 這樣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溶岩味道パスタ完成啦 這一道當然要搭配我喜歡的紅酒 為什麼它叫做熔岩 因為裡面的肉醬跟融化的起司跟肉眼很像 不好意思 因為我裝了很多起司 有一點難撈出來 看這個畫面應該不用解釋這一道多好吃吧 這個季節閃用很適合的料理 大家要試試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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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